左董事長 經濟部審次長 還有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林理事長 還有我們選拔文會的召集人谷校長 還有評審文會的召集人陳蔣座教授 廖校長 黃護校長跟王護校長 還有各位今天得獎的教授 同學 以及各位貴賓女士先生 很高興今天能來參加上營機械論文獎 第十屆的頒獎典禮 我想這個獎項的設立 其實對國內有關於機械領域的研究所的教育 其實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除了對整個相關機械碩士論文水準的提升 經過這十年來確實帶動了 整個碩士論文水準全面的提升之外 另外一方面它也讓整個在相關的領域研究上面 如何注重跟產業之間的連結 扮演一個領頭的一個作用 我想這對國內的整個相關機械教育的發展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要特別藉這個機會表達對上營科技 左董事長設置這個獎項的一個 崇高的敬意跟謝意 我想大家都清楚 其實左董事長的上營科技經營得非常成功 不過另外一個面向是 它在經營企業的過程當中 它一直念之在之的就是有關於人才的培育 大家都清楚 我們在整個目前高等教育發展的過程當中 怎樣去縮短學用之間的落差 怎樣去強化產業界跟學術界的一個合作跟聯繫 這是決定未來我們國內產業發展 競爭力提升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要達到這個目的我想絕對不是只靠政府 只靠大學就能夠做到的 必須政府 學校跟企業三方面共同來合作 左董事長在過去這幾年來 在這一方面投入了相當多的心力 除了這個獎項的設立之外 比如說像剛剛他在前面致詞的時候就談到了 我們產學攜手計畫 他結合了台中高工跟台灣科技大學 參與的產學攜手計畫 以及相關在我們目前推動第二期 季質教育再造方案裡面 我們雖然未來幾年要投入202億的經費 其實這個經費並不算多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經費的投入 能夠讓產業跟學術之間 有更緊密的連結跟合作 而對於整個國內季質教育的發展 能夠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 但這個過程當中需要產業更多的協助 包括業師的投入 包括實習機會的提供 包括教師相關產業的一些食物的研習交流等等這些 都需要產業更多的參與 我們在今年也推動了產業學院 我們希望讓學校跟產業 共同合作來培育人才 我想也非常感謝 卓董市長的參與跟協助 我們同仁告訴我 目前開班的情況 有關於籌劃開班的情況還滿理想的 不過在機械方面的領域 他們說他們第一選擇就是希望 能夠參與上癮的相關產業學院的合作 我想這部分還是希望董市長 能夠更多開設 參與開設這些相關的一些分別 讓我們相關的同學能夠有機會 在他學習的過程當中 能夠到上癮機械 能夠來參與相關的一些研發 或者實習的一些工作 上癮我想是一個社會企業的一個典喚 我想不管怎麼樣 在未來台灣整個 不管是一般大學教育也好 或者技職教育的發展 都需要有更多企業的關心跟投入 也希望透過類似這些獎項的舉辦 讓我們的相關的學術領域的研究 跟產業能夠有更緊密的結合 在水準上能夠進一步的提升 最後要恭喜今天獲獎的18組的老師跟學生 我想你們的研究已經獲得了 評審委員高度的肯定跟評價 將來無論你們繼續在博士班深造 或者直接投入產業界 都希望以目前在相關的創新研發 應用上面的成果的基礎上 能夠進一步精進在學術上面有更大的貢獻 或者在產業的發展上面能夠有更大的貢獻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主意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陳次長給大家的鼓勵 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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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